这个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了 我开始感到恐惧 感到呼吸困难 那点发现 卫生间内没有任何的通风装置 是我发疯式的寻找撬锁工具 准备自救 而卫生间内唯一可能被使用的撬锁工具 就是固定卷脱卫生纸的小铁管 于是我将小铁管拆卸下来 拼命的夹锁的手都磨破了 但是我只能将它周围砸出一小圈空间 而这个锁它却纹丝不动 我在立即29点1025房间讨论工作 离开前到客厅的卫生巾方便 顺手带了一下卫生间的人女 没想到那一刻厄运降临 这个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了 而我的手机在客厅 卫生间内唯一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壁挂电话 这居然是坏的 而卫生间内没有任何应急报警装置 那个卫生间大概只有两平米 而长时间的呼救并没有陷到任何人过来 我开始感到恐惧 感到呼吸困难 那点发现卫生间内没有任何的偷风装置 束手无缩的我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运权 于是我发疯式的寻找撬锁工具准备自救 而卫生间内唯一可能被使用的撬锁工具 就是固定卷弄卫生纸的小铁管 于是我将小铁管拆卸下来 拼命的夹锁的手都磨破了 但是我只能将它周围砸出一小圈的空间 而这个锁它却纹丝不动 真的担心 万一我一拐手而晕倒 或者一圈而窒息在这里 而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没有人知道 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里 居然还有一个逃不出去的大火人 更恐怖的是 我在里面是没有任何时间盖呢 一种之间我发现了 捆绑马桶软管用的塑料扎带 于是我尝试地用这个塑料扎带去拧锁里面的实际维系 没想到就拧开了 于是我才能将锁砸坏自救侥幸地逃出来 当我自救逃脱出来之后 发现已经过了三个半小时 我当时真的惊恐未定量 腿发软 浑身发短 我操各位独自的家里面 一定要注意 这种 这种开锁的小广告知道不 特别是不具的女生 为什么 我操作是我家里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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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承认你的业务能力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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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